大概日前在台灣媒體上面 不小心有一天就發現到一個訊息 就是親族唯一的一位女性總經理 就是飯店的女性總經理 那麼居然被Maga天后宮廟友人會總幹事的妹妹 老祖來跟我們做這個講座的分享 其實老祖的地方 從文化局來邀請我的時候 我就坎特不安 因為在台灣來講 有時候去學校講課 或者在飯店在講課的時候 沒有那麼緊張 可是回到家鄉來演說的時候 我覺得特別緊張 因為最愛認識我的家人 坐在我的右手邊 還有我的三姐陪我回來 還有我的大嫂 我的大嫂現在在哪裡 還有十二指令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刮濃的是 每個人都在哪裡人 我是說我是馬祖人 好我當然會看一下 會介紹一下我的經歷 其實也沒有說成功 只是覺得是說分享 就是分享就是在跟我們的鄉親 就是一起做閒話聊一下 就聊一下就是說 在我們身為馬祖人 在台灣或是各地方的時候 最重要是做馬祖人 很重要的是 意志非常的堅強 面試以後 他叫我是馬祖人 結果他是我 經過面試最短的董事長 結果一分鐘 他是 你是馬祖人喔 哪時候來上班 馬祖人很好 馬祖人刻苦耐勞 你跟我們人試 正好可以給 在馬祖人給他們印象是非常好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 怎樣 酒量非常好 就是害死我 很重要的時候 尤其在阿賓肉 我曾經在農堂的路種 那時候我在中立中性的 當然六近年的時候 在桃園的路種 那個梅花 那三桌的梅花 還有一個少將 那邊喝完 是58度的高粱 結果一位為什麼你知道嗎 女生就我一個 因為他們說 馬祖人好喝了乾了 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那就是說 謝謝就是說 還是謝謝我們局長 這次邀請我回來 那其實這也是我的夢想之一 回鄉來看看 回鄉來有這個演說的話 也是人生的夢想 一步一步的去逐夢 一步一步的去實現 或許在逐夢當中 會碰到一些困難 可是我一直在年輕 一直在跟年輕的大學生講 每一個夢想中都有它的困難 可是很重要的 你要非常要有非常strong heart 我就是你的心要非常的堅硬 然後你要向你良觀這一篇 那其實從馬祖 我大概是在馬祖出生 等一下會介紹一下我的簡介 就是以後以後我參得高飛 哥哥姊姊的幫忙我參得去高飛 這是我叫董愛豬各位 姓董 這是我們飯店就是這次 那我個人的話就是 我的英文名叫Amy 這馬祖郎桿上面 那我大概11歲的時候來到台灣 那今天很高興看到我的同學 我們人愛之家的主任 我的同學最可愛的可平 也是我同學 陳可平的話也是我同學 那今天也是很高興 就還沒有在場我的同學 一天看到那個軍車的時候 立正站好 有沒有各位還記得嗎 現在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在 在演講的 在台灣演講的時候 就我最豐富的時候 大概是跟各位介紹 他們一直問馬祖是什麼樣子 其實因為我也比較早離開馬祖 那只能印象是說 以前在馬祖讀書的時候 一般一個年級 我在讀中正國小的時候 一般一年級 然後兩 都是一個六個班級 那一般大概四、五十個人吧 對不對 那時候一般我們都可以玩到球 然後呢 我在台灣的時候讀赴台國小 結果一個班級 六年級大概就有 大概就四、五十個人 那時候十個班級 六年級就十八班 結果呢 我玩一個球 因為以前我跑步跑得很快 從馬祖趕 因為我外婆 我媽媽的媽媽 我的天母呢 不是我一個人吧 我們同行的 飯店同行 我們在辦 我在中信做九年 每次阿 媽祖婆媽祖婆來了 我就說 我們有個總經理就說 馬祖出巡 他說生意不好的時候 愛祖阿 全省中信你走一下吧 因為我本身來講 在飯店來講 我是做業務的 我業務出身的 所以說 外號因為是馬祖婆的關係 所以到現在同行都覺得 找愛祖就是要喝酒 那個其實我是沒有什麼酒量 就是有酒量 那就是說年輕 要很一樣 所以我很高興 因為像我們這個展相 在外國人來講的話 非常的年輕 其實我已經不好意思 應該四十幾多了啦 那可是在外國人來講的話 大概是還是少女 我是台韓病休 我是老酒 然後舞女啊 第五個女 我酒妹舞女啊 因為我老公是外國人 那也為了我 也為了我來台灣 那很重要他來台灣的原因 他是說他覺得我的家人有一個愛子 因為我叫懂愛祖嗎 那很重要他覺得 我的家就是有一個很默的感覺 在外國人來講的話 雖然說外國很有禮貌很有名的禮貌 可是人與人之間非常的冷漠 他不像說我們中國人或馬祖人 那尤其對我爸爸 他跟我爸爸的感情很好 因為為什麼 他跟我爸爸非常 我老公跟我爸爸語言不通 可是他說 我知道你媽媽不喜歡我 可是我知道你爸爸喜歡我 我說你為什麼 因為我每次回去 你爸爸 因為以前我住苗栗 他說 因為你爸爸都給我喝咖啡 因為我爸爸看到外國人 應該喜歡喝咖啡 早上一個咖啡 然後回苗栗的時候 給他一個咖啡 他覺得說 你爸爸喜歡我 你媽媽不喜歡我 因為你媽媽到現在還叫我 媽媽你叫叫什麼 阿朵拉 我老公叫Paul Simon 你媽媽一直叫我阿朵拉 所以可是他 他知道說 其實我媽媽很厲害 他跟我老公雖然語言不通 他跟有一次我們去我們家親戚 詹京東 詹京東他媽媽過年的時候 去把老人家想去聊 然後詹京東他媽媽就問我媽說 啊你看你你來怎麼聊天啊 我看你來怎麼聊天 我手皮啊 我手皮啊 都要洗咖啡 蝦巴的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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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很溫暖的感覺 現在像我跟瑞萍 或其他這家馬祖國小的同學 我們到現在都有聯繫 那有時候都會去看我們老師 那這個就是一個在 馬祖人跟別人不一樣的這種 很溫暖的感覺 就是很溫暖 就是電啊會比較多 那當然也很重要的是 電語的話有些 學一些英文 國外的語言 這就是現在所擁有的多幸運 因為保存下來 藉在自己心裡面 然後看到我們自己的國 讓媽祖更幸福 那我覺得是說 年輕人像我們說 在大學在講課的時候 我一定告訴他們語言很重要 語言了以後 你會來英文 好像我們現在飯店的話 英文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們在飯店的時候 甚至我在大學在講課的時候 跟大學生講 就是一定要就是說 你們現在有沒有具備國際光 具備國際光很重要 你才能跟世界去接軌 那因為你去接待 或者你甚至去貿易公司都是一樣的 我不會讓我的同事 因為飯店時間是很長的 曾經我以前在工作的是 至少要做14跟16個小時 有時早上6點7點起床 晚上12點11點 像我媽最知道 我在中心快10年 快10年了 如果晚上如果7 8點回去 我媽一定說我一定跟老闆吵架 如果我今天如果說是6點 很早回去了 因為就是說 飯店的時間會非常長 所以就是說 在 在 因為我們在 我打高爾夫球的興趣 就是以前在中性 孤蓮松他的兒子 孤重利 他成了一個中性飯店 那我們在其下 他說主管要有一個運動 要培養一個運動 所以我們都會以前的時候 大概三個月或兩個月 都會去打球 那打球的話就是因為18動 所以說會養成自己一個 一定要養成一個運動習慣 那運動習慣 如果除非是客人跌倒 或客人要送醫院 或者任何重大事情 人家打電話給我 那還有我會逼他們休假 一定逼我的主管休假 我的看他們一般不要 如果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就7天要休一天 那因為現在的 因為休假也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的話 目前來講的話就是說 到現在為止的話 我做飯店17、18年 離開我的員工 或者是離開我的同等的話 還會跟我聯絡 因為他很少會碰到這麼 不會一直盯領他們一些 一定要做很多事情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管理的話 每個人管理不同 所以我的管理方式是你要去釋權 責任要分下去 那部門主管 如果他就跟我report 那很多就是 我看到很多飯店的一些主管累 自己主管帶著累 下面也累 為什麼 因為不犯權 不犯權的原因你會累 這個的話就是我的一個個人的簡介 我大哥 有十個兄弟姐妹 我媽八十大壽的時候 八十大壽幾個 第一次她在台灣來 第一次的時候 無造的 年輕的時候 六年前 這個一定要看 為什麼呢 我看得不 那也要感謝我媽 六個女生我媽都把我們那個 都生得很好 所以 別人說我跟老公蠻有夫妻下的 有一點吧 所以 這個 這個我一定要放上去 那另外的話 那 就是 小姐請問一下董小姐 董總 請問是哪裡人 我是馬祖人 或者是很有意思就是 我每次都會告訴他們說 你猜我是少數民族 你猜得到的話 我喝三杯 你猜不到 你喝三杯 所以 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在我做Sales的時候 跟 餐會的時候 會跟客人之間一個互動 在國中的時候 我是想說什麼話 結果我媽講了一句話 話話有什麼用 聽見 比較好 所以 你講國語還是講馬祖 我現在講馬祖話 女生 就是 以女生來講 就是無才辨識 或許說 因為我媽咪是 比較就是以前在 小時候比較新聞 她覺得女生就是畢業以後 就是要賺錢 然後就是說 不用讀書了 就是跟你哥哥姐姐一樣 就去上班 我姐姐也是很聰明 我姐很聰明 她本來是要保送 她是外號叫什麼 你知道嗎 大家知道嗎 其實在馬祖那時候 我記得 當我表姐的學妹 讀了三年 這三年 我覺得給我一個 很大很大的一個轉捩點 人生很多轉捩點 其實在工作中 還有半工半讀期間 轉捩點也很大 那時候我在讀 其實那時候讀一年幾的時候 快撐不下去 因為白天要上班 那時候在我哥哥的保麗龍公司上班 保麗龍公司上班 就是要白天上班 然後就是晚上的時候 要去伊達讀書 那大概都讀到晚上在九點 然後白天那時候就碰到 就是我們飯店 有一個是顧問 Dr.HPD 就是博士畢業的 可是他很頓 開車就很慢 什麼都很頓 可是他做我們董事長的特助 那後來我告訴我自己說 這個特助那麼頓的 都可以做董事長特助的時候 我應該以後也可以做老闆的特助 所以一直告訴我自己 怎樣 學歷很重要 我再怎麼樣 一定要把書讀完 那時候就告訴我自己 剛好也是我哥哥 兩個哥哥都在同樣公司上班 所以也是有這個經驗告訴我自己 不管怎樣 不管是讀白天或是晚上 一定要把學歷是最重要的 是你的保障 讀的也是觀光科 後來我媽咪說 我媽說如果要讀的話 一樣就是讀夜宵 然後就上開會 然後因為我本身來講 我不會騎摩托車 我到現在都不會騎摩托車 我那三年的期間 我請我的同事在了三年 當然騎了三年 當然是不得的同事 那鳳凰那時候我在台北鳳凰女士的上班 那同事每一天五點半 下午的時候就問我說 愛主 誰今天晚上誰在你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鳳凰 大概聯合帶一百多個人 我們的業務部就已經佔了七十個人 所以那我的那一區的男生都搶著我 男生喔不是女生喔 男生的同事 他佔了很多同事 然後帶了我們三點 那時候一定要五點半 因為六點半的校車 五點半然後騎到 從長江東路騎到中山女高那邊 坐校車 校車坐完以後 校車到學校以後 上課上到九點半 再從學校九點半 再搭校車到桃園 再去我姐姐家 那我覺得是說 我一直鼓勵就是說 其實讀夜校 我到現在還有幫一些夜校上課 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說 那時間過得很快 讀夜校的時間過得非常快 也很充實 因為至少因為我們是讀逛逛逛科 那希望那這個在鳳凰 等一下待會講 在鳳凰這期間 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去了很多國家 因為我們帶團最好的就是不用錢 然後去了很多國家 很多人問我說 是不是因為帶團的時候 認識我老公 我還沒那麼快認識他 我認識我老公36歲了 很多老公認識的時候 是很多人問 是不是在飯店認識的 不是 我們是在夏威夷認識的 那等一下怎麼認識的 待會兒有興趣可以問我 理隊執照 考一個理隊執照 所以你們在執照的話一定有 其實我們在大二 你會覺得語言的不夠 然後剛好的話就是我姐姐的 我姐姐她姑姑在美國 然後那時候也是因為我媽咪 女生嘛去國外 老媽還是不放心 女兒長那麼漂亮怎麼會放心呢 要去國外怎麼放心呢 那後來一次機會就是我姐姐她姑姑回來 美國的姑姑回來 她跟我媽咪講 所以媽咪講說 艾豬想要去國外去看看也可以 那雖然我媽媽也不捨 也是刷了一些美金給我 我後來是給我媽咪 給她打麻架用的 然後在這讀語言學校 你就是因為你 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我一直讀年輕人 不管是打工也好什麼都好 你一定要去國外去看看 那那時候我是讀 我跟打工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是讀一個專門的語言學校 你從你的基本一直到你的基礎 然後就是在語言學校的話 會碰到也碰到很多 也會碰到各國的人 各國人尤其跟日本同學 那個講英文真的很痛苦 跟她聽英文真的很痛苦 那阿拉伯同學 我們那個阿肯社中很多都是 因為她是阿拉伯聯合公國有贊助的學校 我大概十個同學裡面 大概七個是阿拉伯人 那車子比我們開的還好 都是跑車 講英文就講得很快 那在這個因為語言學校的話 讀了半年 讀完以後考完試再讀托福的話 就是可以到大學 那這個在讀語言學校這期間的話 因為開始想家了 半年畢業就開始想家 因為我哥每次記像 記那個videotape 就是那個以前很久的卡式的 那個卡家給我看 一邊看一邊哭啊 想媽媽啊 想姐姐想家 所以後來就是讀在學校 在讀語言學校的時候 那我親戚就是我姐妹 一直說阿祖回來啊 就是再去讀啊 那真的是說 有時候想家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用 後來就是就回來了 那在這個讀完語言學校的話 那因為後來就是回來以後 就是回中壢奉還上班 在這上班的話就是 後來就這個我去籌備一個飯店 籌備的飯店的話 最主要的話 因為人生當中你就經過一段時間 在做飯店做了十 我做了在十三年期間 十三年期間你會覺得很空虛 因為你時間很長 那時間很長 因為就一直想讀書 可是沒有一個老闆會讓你說 因為有時候晚上 餐廳是最忙 飯店是最忙 老闆不可能說那你下課 而且你又是主管級的 不可能說那你去讀書 後來我碰到一個很幸運的 就是我們董事長 我在籌備一個飯店的時候 從飯店沒有到有 然後開始從飯店 開始就是在營運的時候 那玉達的校長跟校長跟系主任 每一天每次來吃飯的時候 愛主拿手來讀書 愛主拿手來讀書 後來我覺得是一個機會可以倒了 因為你會覺得是說十幾年盟 你會碰到書就覺得說每一天 每一天在上飯店忙來忙去 不要忙什麼 然後都很忙 可是會覺得內心是一個空虛的 就是空虛的就是你的 還有一個東西你沒有知道 就是知識 你會覺得當然有時候 你會看一些書開 可是那是一個是沒有很實在的 後來就是我想說這個機會 就讀了玉達的休閒管理科 就是讀他們研究所 那還好就是說很lucky的時候 就是說我也是憑自己讀了 因為別人讀研究所讀兩年 我讀一年半 那時候就是剛好碰到一個很好的指導教授 那我這個很快的 很快的把這個書讀完 那我覺得是不是在 在這個學經歷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說就是說 不管說今天讀白天或夜宵 那現在也很多就是讀一些EMBA或是怎樣 那我覺得是說這個就是知識 知識的 人生當中知識對你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客人在聊天的時候 你要有個東西要會講 然後在學校你說跟認識的人 又跟你上班的人就不一樣 那時候我現在 那時候會碰到很多人 其實都放電了的時候 有人說你做業務啊 看到什麼人講什麼話 不是 因為人在家不是用業務 這這個時候站在前台或是站在後期 所以我有時候都會教一些管理 就是經理你們看一些面向 讓他們知道說這個人能不能用 因為我們在做管理的階層者 一定要知道說 還有可能重要是學一些機密 所以都有什麼機會 像我在飯店的時候 一定會逼我們的 我們的飯店的員工要看書 不管什麼書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有讀書心得的報告 然後還是有逼一些 經理機的主管 他們要去上課 所以因為我們在巴德路的 國產汽車修飲場 也碰到一些明星 但那段時間的話也 那個同事也都很 我那時候還都在學 那因為那時候因為我在保修場 那這個就是說 因為在工作上有一些圖示教的 在我比較 比較長的時間應該是在旅行社 你看這邊有寫那個 碰到一些藝友很好的朋友 我一個朋友告訴我說 董愛主我告訴你 我要上國華人壽 現在還有國華人壽嗎 還有 國華人壽在中商北路的那個 一個很 很 很大的一個一個 building 我同學告訴我們 我們經過中商北路 他說董愛主我告訴你 我哪一天會在裡面上班 他真的他進去當裡面當保險員 因為可是也在裡面上班啊 這也是工作啊 然後後來我就投了五家 我的目標五家旅行社 後來就是鳳凰旅行社 選上我 然後我記得我跟Canon 我們的副總 他跟我面試的時候 他要偷偷摸我的手相還怎樣 看我的手相 他說董小姐我來看你的手相 看一下 看你的手相蠻適合做業務的吧 那我就跟副總講說 你給我多少錢都沒有關 我不是不需要錢 多少錢都沒有關係 只要讓我來旅行社上班 那時候我花費也不少 叫二把 我記得那時候才一忘二把 我從訂房源開始 就說旅行社要訂房的時候經過我 然後再去香港去日本 就是經過旅行社旅行社訂房 那經過領業訂房的時候 然後我是從訂房 其實我們就把我叫做業務助理 就是助理 因為我在外面好 那我幫他打這些 因為也比較適合我半空半躲 半空半躲 那一段時間的話 大概同時三個人來接我 那時候我覺得好煩喔 因為我的目標 我知道我有一天一定會出國 因為那時候我知道我的目標在哪 因為我覺得是說 那時候我才二十歲左右 那可是我已經告訴我自己說 我不要耽誤別人 我不要耽誤別人 然後我曾經有交易的人 我都沒有跟我媽媽講 每個國家房間裡面都有香皂 然後我很喜歡收集去每一個飯店 信封信紙 那拿回來幹嘛 做紀念 表示說 假如說你去香港 在香港的哪一個飯店 要冷靜下來 後來那時候 我們團體都是在最後面 那時候我就怕黑色的 然後呢 那個 因為航空的小女的空姐 好像也是一樣黑 那個也是穿黑色的吧 那你在國外的時候 你可以要去 因為老闆給我們一個責任 就是你要把在國外的時候 要把這些熱物不要帶回台灣 一定要把在國外解決掉 所以說 那我們雅成說 很多事情就是處變不及 所以我們在台灣在處理 在飯店 在飯店在處理這些客人的客宿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很輕鬆的事情 就是誘金 那因為那時候英文都還OK 那時候就是英文那時候就是每天 因為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你還是要繼續把英文學好 所以那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然後後來做到快 在這期間的公司 因為開始覺得去那個 因為OK 然後那時候做了四年多 比較有職業倦難症 那我們董事長 黃董很不錯 他說如果說你要 因為那時候夏威的飯店賣掉了 他說有六三季的飯店 那你要不要去實習 他說我們一個人碰到一個很好的主案 很不簡單 所以我們也是要去學著別的 怎麼做好的主管 他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他說愛租 你去那邊看看就好了 機票公司出 住在飯店 連到飛機的飛機場的時候 那個他們秘書 我們董事長的秘書來接我 給我一張國際電話卡 他說你把這張卡 這段時間住在美國的時候 可以隨時打電話回家 然後他的辦公室 在美國的辦公室給我用 他說可以用Sky In 那時候Sky In還搜 就是可以在家裡面連線 所以說在飯店後來 就是去希爾頓飯店受訓 受訓的一個月 那看看別人的飯店的環境以後 那時候我跟 因為我每個部門都要待 酒吧也待 櫃台也待 工程部也待 工程部沒有待很久了 就待大概一天而已 然後House Keeping 就是整理房屋的 都是西班牙小姐 就講西班牛 西班牙西班牙化 都不錯 然後就是公司給你 就是一棵 一個環境去培養 然後當然是看的 在外國人講 我覺得很多東西 我們在台灣很多作業 還是用紙的東西 在美國都是用電腦 桌子上沒有紙 都是電腦 沒有 然後可是在台灣 在國外學的 我覺得很多東西 國外學的是 台灣有的國外沒有 叫做敬驗精神 因為或許國外他有太多的 就是PT請PT的 所以他沒有那個 才上班3點鐘 上那個菲律賓 櫃台菲律賓 3點上班 就開始 我好累喔 我好累喔 我說House 我們在台灣早就被FIRE掉了 那他們工作精神就是很 沒有像台灣的那邊有工作精神 那頭髮也不把 像我們台灣一定要把包頭 或馬尾 上個化妝 我就跟人事部經理講 我說 我就跟他講 你為什麼不叫小姐的頭髮 把頭髮 頭髮跟妝 他說你 美國是一個free country 他說美國是個自由的國 我說 自由也不會只有他頭髮 那個頭髮就是 那個大概每個 我說 我說好吧 我說我只給你們建議 那在那段時間的話 也看看他們一些管理的系統 那很管理他們 管理非常的輕鬆 每一天 每個人來個咖啡meeting 開會 非常meeting的時間 非常然後 那個員工餐廳 來 洛西哥餐 禮拜一 禮拜二 中國餐 禮拜三 不知道什麼餐 對員工的福利都不錯 所以說 這一段的話 那我學會到如何對員工好 所以像 我們現在早上開會 員工一定 一定他們要喝什麼咖啡 自己拿 然後走遍麵包給他們 叫我們早餐匯報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在希爾頓受訊 那後來因為 因為就是後來做了菜育部經理 最主要是說 因為業務做了快大概八年 八九年了 那九年的話 公司覺得你還年輕 可以再學一些 那後來就叫做菜育部經理 那後來你才知道天有多大 地有多狂 後來那時候 我離開中信的時候 35歲 35歲 後來因為自己 因為現在旅行社上班 所以也希望是說 自己還有機會出去走一走 然後後來就毅然決然的 做了快十年的飯店就決定 那時候走的時候 很多人說 愛主你不要走 你未來一定是中信飯店的總經理 愛主你不要走 因為你在北陸那時候 我們十二家臨所飯店 老闆也不錯 然後我們董長跟我講一句話 董愛主你要走的話 董事長 他說董愛主你要走的話 我要跟你一起走 我說你是董事長 是老闆 你怎麼走呢 那可是在這個十年當中 讓我學到說 如何對員工的好 然後如何創造一個team work 那不過我覺得我還年輕 我要出走 因為中信那時候35歲 覺得自己還很年輕 因為沒有去別的飯店去看看 或去其他國家再去看一看 後來我覺得說 因為聽了楚音的演講後 說人要除走 我就離職了 我就走 我要給 然後那時候 最不捨的是我媽 那麼好的工作 幹嘛要離職呢 對不對 跟家都那麼近 我一直也是 後來也是經過一番 那個那個討論以後 她還是讓我走 因為女兒病 後來我跟我姐姐講說 哇姐 你知道裡面多值錢啊 為什麼 因為我早上確定要投履歷出去的時候 下午那個古華花園飯店 也是中興五星級飯店 打電話 執行長打電話給我要去面試 那因為本身來講 因為這兩家靠太近了 所以我價買萬開 假如說四萬塊 這樣子我媽就知道我薪水多少了 哈哈哈哈 假如說我那時候 做業務經理那時候四萬塊 你知道我開要多少 八萬 八萬 我想說應該 應該怎樣 不 不錄取了 結果她打電話說 愛主 這樣子啊 你約一個時間拿時候來上 我說薪水沒問題喔 她說跟老闆講一講 OK 後來我就跟我姐姐講說 姐 你知道你妹妹多值錢嗎 哈哈哈哈 隨便開 那以後你三億人家了 後來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是說 我兩個飯店太近了 兩個飯店不知道十分鐘的距離 因為中心是培養我的 可是如果去那家飯店 我就覺得有點對不起 後來就跟她拖了兩個月 所以 就先想說 那些人